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脑袋 白身体的小狗一样 这对人人生活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今天向诸位郑重宣布 这项实验的成果将继续的 一个伟大的人物能死而复生 天才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死去的孩子亡给母亲 把妻子亡给丈夫 把低智能而身体强壮人的头颅取向 换上高智能而身体残废人的头颅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把他们变成完美无缺的人 下面我们请罗美娜小姐 讲几句话 罗小姐 请你告诉大家 你感觉怎么样 罗小姐 你不要过于激动 也无需紧张 台下的人 都是你的崇拜者 都在盼着 能听到你的声音 说吧 啊 说吧 罗小姐 罗小姐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的报告会 完全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啊 就像成果的发明者 不是柯可恩 而是著名的一些博士 赵博特教授 柯可恩现在 还把老教授的头颅 藏着他的秘密实验室里 还在继续 继续掠夺老教授的智慧 为了搞他的实验 他还利用其他手段 把五岛明星 周瓣灵的尸体 极解了 把罗里纳的头 结在周瓣灵的尸体上 女士们 先生们 请看这位小姐的穿着 这除非说明 她是个神经不见成的女人 她用瘦了的头脑 变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 肆意践踏 圣洁的科学践踏 先生 我请求 工作人员 把这个疯女人 给我赶出去 柯教授 不错 这位小姐 的确穿着精神病院的衣服 但是 她不是精神病患者 而是科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她了解科砍的一切 因此 才被她找到精神病院的 我就是赵伯涛教授的儿子 请大家相信我 所说的都是事实 女士们 先生们 请静一静 静一静 我觉得 像这样的问题 不是我们这里 所能解决的 我宣布 求会 学生 教授 您对今天发生的事情 有感谢 柯教授 您任何时间 我们能够谈那么多的头 您的事也是 你们跟我谈一点 柯教授 请您谈一下 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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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 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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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谈一下 柯教授 邵教授 您准备什么 对付柯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